现在时间七点整 说台湾的文化、文学、构织、宗教 也说台湾的物散和如油 希望大家一起来讨论台湾的未来 創作美类的新台湾 感谢大家的收听 感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最近的乌克兰和俄罗斯的战争 已经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节点 乌俄的战争 当然这一年多来 影响到了全世界的整个形势 尤其是越到后面 它对整个世界的经济、军事、地缘政治的影响越大 这是无口否认 它整个影响到东西方的一个地缘政治的局势 它甚至也已经非常明白的影响到亚太地区的整个局势 已经是整个东西方战局的地缘政治都受到了影响 大家都已经攻了 它不只是在军事上、地理上 它在经济上 也根本的改变了东西方的一个形式 所以法格尔今天要来讲 从乌俄战争来看到 今天的乌俄战争的局面 对台湾的政局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影响 第一个,大家都看到了乌克兰最近已经发动了对俄罗斯的侵略军发动了反击 而且在很多方面都把俄罗斯的军队打得溃逃 落荒而逃 我们从目前所知道的战局里面 乌克兰的反击在某一个程度里面受到相当的战果 像这样的一个情况啊 很多人会觉得很惊讶 老实讲 在很多有见解的人来讲 这种情况早就可以预料到 但是在台湾很多以前很多蓝色的媒体啊 或者是统媒啊 倾向中共的那个口径的媒体啊 不是将近一年来都一直站在俄罗斯的观点在讲 乌克兰怎么要和俄罗斯对抗呢 俄罗斯有这么强大的军事力量 俄罗斯有这么丰富的战争资源 乌克兰是这么样的弱小 乌克兰的战争资源这么弱获 以人口比例也不成比例 以战争实力来讲 俄罗斯有世界第二大的军事力量 乌克兰是全世界第二十三名 怎么有办法和俄罗斯打 这个打到什么程度呢 即便乌克兰后面有北约 有美国军援他军事武器 但是整个来讲 粮食方面 资源方面 怎么有办法和这个俄罗斯持久作战呢 台湾有很多的媒体都跟随着中国的媒体 在后面 那些小小粉红他们跟着他们的论调在讲 但是战争打到今天我们看到什么 我们看到的情况是目前的状况 光是军事方面来看 我们看到的是什么 俄罗斯的军事力量已经完全失去了进攻的力量 他只有挨打的份了 他已经没有进攻的能力了 他只有防止乌克兰进攻的能力了 甚至我们已经很清楚的看到 他为了害怕乌克兰的军队的进攻的实力 进攻的太快 他已经用了最糟糕的手段 把人家的水坝炸掉 用水坝炸掉是什么 为了延缓乌克兰的军队进攻的速度 这样的局面在一年多以前 全世界可以想象吗 可以想象到说 全世界军事力量第二大的俄国 在入侵乌克兰的时候 会把战打成这样吗 俄罗斯自己想得到吗 中国共产党想得到吗 美国想得到吗 甚至乌克兰自己本身想得到吗 我们台湾想得到吗 我们想得到乌克兰可以撑个一年多 而且现在还有差不多百分之七十到八十的可能性 把俄罗斯打垮吗 我们可以想得到吗 也因为想不到 所以台湾的一些统媒啊 一些媒体啊 一面倒地采用中国的观点 去替那个俄罗斯撑腰 说乌克兰这样子会被打得很惨 乌克兰的泽伦斯基是招来战争的祸首 台湾要以乌克兰为警戒 发哥不论这个是非怎么样的状况 我发哥只问一个问题 俄罗斯侵略乌克兰是不是事实 俄罗斯是不是侵略过 乌克兰是不是被侵略过 如果这个是事实 台湾应该是站在侵略国的那边讲话 还是应该站在被侵略国的那边讲话 为什么台湾有这么多媒体是站在侵略国那边讲话 而不是站在向台湾的立场站在被侵略国的角度讲话呢 台湾怎么会有那么多 是非不分的学者呢 他们站在俄国那边的侵略者的角度来讲话 到底是怀着什么心情呢 他们站在侵略国的讲话 是不是暗示着中共也可以理直去让打台湾 是不是暗示这样的结果呢 那么好 既然是这样 中共现在为什么 现在那些小粉红他们一直本来说 这个俄国打乌克兰打得好 现在为什么中共那边的角度通通变了呢 为什么那些说俄国打乌克兰打得好的这些人 这些言论被禁止了呢 为什么那些小粉红嘴巴闭起来了呢 他们在怕什么呢 这个是乌克兰和俄罗斯的战争啊 怎么中国那边开始禁止 逐渐在禁止替俄罗斯讲话了呢 他们在怕什么 这就是我们要去想的一个问题 好 发歌再引起大家一个想象 我们这些日子以来 有多少国民党的政治人物 甚至是国民党的领导的政治人物 要选总统的人物哦 或是国民党的党主席哦 再三的以什么呢 你说你看乌克兰 这个战争乌克兰被打得这么惨啊 战争就是这么惨啊 台湾千万不要像乌克兰这样啊 战争的结果就是这么凄惨啊 台湾一定要和中共和谈啊 尽量找机会不要陷入战争 要不然就像乌克兰这样 万事不能换生啊 发歌想问你一个问题 当初俄罗斯侵略乌克兰的时候 乌克兰如果不反抗的话 乌克兰如果马上向俄罗斯投降的话 你有没有一点点国际的知识啊 乌克兰如果不起来奋勇抵抗俄罗斯 今天的世界局面会变成什么局面 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如果乌克兰没有抵抗俄罗斯 普丁的军队开到乌克兰 乌克兰马上就投降了 今天的世界局势会变什么 就像当初的德国纳粹党 把他的军队开进法国 结果法国抵抗没有几天就投降了 法国就组织了一个被当政府 然后来配合纳粹 法国大家认为欧洲当时是除了德国以外最强的国家 结果他放弃抵抗 被当元帅竟然第一世界大战的英雄 法国的英雄竟然就投降了 组织了围棋政府来配合纳粹 结果招致纳粹的强大 给欧洲带来多大的悲惨的结果 好 乌克兰如果当初没有泽伦斯基带领乌克兰起来 抵抗普丁的侵略 你想今天的世界局势会是怎么样 有没有人好好去想过这个问题 俄国在侵略乌克兰以前 你知道俄国侵略过哪些国家了吗 普丁壮大为普丁大帝以前 普丁成为独裁者以前 他是用什么力量成为独裁者的吗 第一个 普丁成为普丁大帝以前 俄国苏联在叶尔辛哥巴切夫 然后接着叶尔辛以前 叶尔辛承认苏维埃境内的15个共和国 表决独立 变成15个国家 15个国家里面 还有第16个国家 要宣布他要独立 那就是车臣共和国 车臣硬骨石共和国 但是俄国不答应 俄国不答应的原因 车臣共和国是伊斯兰教的国家 他要独立的原因说 我的信仰和你俄国不一样 俄国你是东正教 我是伊斯兰教 我不愿意和你东正教的俄国在一起 我要独立 但俄国不准他独立 结果就打起了内战 打得很激烈 结果普丁呢 干脆就判坦克车败武力的尊讨 结果普丁做的最残忍的是什么呢 他连百姓都杀 不分 一共杀死了10万人 把车臣共和国征服 这是他第一个侵略 第二个呢 他出兵乔治亚 乔治亚共和国也想要争取民主选举 普丁不准洗把兵开到乔治亚去 把乔治亚镇压下来 好 两次成功的结果 普丁胃口越来越大 说他要恢复到叶尔新之前 前苏联共和国这样 你们独立的这些国家 都不算数 我要恢复原来的旧苏联的大帝国 所以他才出兵乌克兰啊 你要做什么事情 你要加入北约 你没有经过和普丁答应 你只要想要加入北约 我就出兵乌克兰 所以普丁在出兵乌克兰以前 他是已经先把车臣并吞回去 把乔治亚收回去 乌克兰假如不抵抗的话 普丁就是向全苏联 15个共和国 包括波罗的海三小国 包括捷克波兰东欧在宣示 乌克兰如果没有抵抗 普丁就越来越独裁 等于向西方宣布 以前连东欧这些 波兰捷克这些国家 罗马尼亚这些国家 我俄罗斯壮大起来 我通通要把它弄回共产苏联时代 那么整个俄国解体前的世界 又重新再来一次 又回到旧冷战时代 那么那个时候的俄国会变成多强大 多蛮横 多独裁 然后和中国的习近平联合起来 你想想看 第三次世界大战会不会更接近边缘 所以乌克兰有没有抵抗 这根本就关系到第三世界会不会重新再来一次的原因 冷战再来一次的这个重要的因素 站在台湾 你要知道苏联的解体 就苏联的共产主义倒台 东欧的苏东坡 使得东欧变成民主自由国家 波罗的海民主独立 这个影响到全世界多大的一个变局 你知道吗 全世界向民主世界一步一步的前进 原来的共产事件在崩洁 崩洁 崩洁的骨牌 崩洁到全世界只剩下中国 古巴 北韩 伊朗 这几个国家了 你知道吗 这些专制独裁国家 只剩下这几块专了 如果乌克兰不抵抗 全世界 如果乌克兰不抵抗 让俄罗斯普丁大帝再扩大 再重新占领乌克兰 世界又会重来 又会回到五十年前 西方自由世界又会来一个大大的挫折 所以乌克兰的抵抗不抵抗 根本就关系着人类的前途 根本不是乌克兰的问题 所以台湾的国民党的这些评论家 简直瞎了眼睛啊 竟然还站在俄国的立场 竟然还用乌克兰的抵抗 你不但没有歌颂乌克兰的抵抗 对人类伟大的贡献 你还用乌克兰因为战争抵抗 牺牲的人民来恐吓台湾的人民 台湾的人民我们难道一点 是非公益的眼睛判断的能力都没有 而我们台湾近来还有很多电视的记者 在响应国民党的这种观点 实在是太可恶了 你知道吗 你完全辜负了我们花莲去参加乌克兰战争的 正胜光勇士的精神 一个花莲阿美族的正胜光勇士 只是为了一种公益正义世界的和平 而去参加乌克兰战争 为台湾人为乌克兰的这个自由而牺牲在那里 对乌克兰人歌颂台湾人的正义自由 一个人撼动了乌克兰的人心 我们不是要为他而感到光荣歌颂他才对吗 你怎么说是乌克兰人的抵抗 是一个错误呢 你怎么是轻视乌克兰人的抵抗 去看不起乌克兰人的牺牲 把用乌克兰人的牺牲 为这个世界伟大的牺牲 而来警告台湾人 千万不要向乌克兰人陷入悲惨的世界呢 你简直你良心被狗吃掉了 你知道吗 是非不分了 你知道吗 你根本站在魔鬼的那边 你知道吗 花隔时代忍无可忍啊 颠倒是非 把魔鬼当上帝 把上帝当魔鬼 颠倒在教育我们的下一代 你知道吗 来好看一眼 等 各位听听 我是五金凡武警罚 发哥 发哥一周文化评论 从乌俄战局看台湾的政训 好从这里 我们就应该从心理上根本要重建 我们不能够把是非颠倒看 我们不但要赞美乌克兰的奋勇精神 还要站在他那边 我们怎么可以站在侵略的俄罗斯那边呢 我们怎么可以不赞美乌克兰的奋勇战争的精神呢 我们怎么可以不站在乌克兰勇敢的人民那边呢 而用乌克兰悲惨的造语来警告台湾人民呢 这简直是非不分上帝和魔鬼颠倒的在看嘛 还有另外从乌俄战争里面我们应该学习到什么样的一些东西呢 在这次战争里面 俄国被称为全世界军事力量第二大的国家 乌克兰被称为全世界军事武力第二十三名的国家 但是全世界第二十三名武器 这些第二十三名的国家 把世界军事力量第二大的国家打到落花流水 落花流水 我们从各种战争里面 我们看到一个很关键的东西是什么 现在整个战争的形态改变了嘛 完全改变了嘛 不是人口多的国家就会赢啊 不是武器进步你就会赢啊 国家的军队有没有士气是关键啊 国家的军队有没有军纪是一个关键啊 你知道俄国人有多少人口吗 俄国有1亿三千万人 你知道乌克兰多少人口吗 乌克兰顶多三千万多一点啊 相对于俄罗斯来讲 乌克兰是小国啦 而且领土是陆地上相连了啦 以战略的位置来讲 乌克兰根本禁不起俄罗斯的坦克部队一级啦 但是打到一年多来 现在俄罗斯有占到好处吗 打到现在竟然要用炸水坝来阻止乌克兰的军队的那个 还有更好笑的是 乌克兰从战争的初期 乌克兰的几乎没有空军了啦 乌克兰的空军的这个战斗机啊 都是俄国制的啊 乌克兰的军队的战斗机 轰炸机呢 都是向俄国买的 而且他们的军队的 他们的战斗机比俄国还要落后啊 所以开战的时候 他的空军就已经几乎被击毁了 已经几乎没有空军了啊 乌克兰几乎没有海军了啊 他的海军才二十几艘啊 他还没有打就已经有些投尘到俄罗斯那边有些被炸沉啊 乌克兰陆海空军呢 空军等于只剩下一点点 海军等于没有海军呢 乌克兰只剩下陆军呢 靠陆军和去和俄罗斯的陆海空都占优势的之下 啊竟然打败俄罗斯呢 那我们看到什么东西 俄罗斯有最优秀的空军 最好的空军呢 苏凯三十五啊 一架一架被打下来啊 打到连他的苏凯三十五的飞机都不敢飞进乌克兰啊 那代表什么 乌克兰虽然没有了强大的空军 但是欧盟联盟这些国家给了他强大的防空飞弹啊 你飞进来就把你打下来啊 所以盟军的协力给你绵密的防空的力量 使得你的苏联即便有最好的空军 你也飞不进来 好 乌克兰没有海军呢 那乌克兰的落点是没有海军 但是旁边又是黑海呢 黑海线的俄罗斯有黑海舰队啊 结果黑海舰队变成废物啊 黑海舰队里面最强大的阻力舰 莫斯科号还没有开打多久就被击沉了 两颗飞弹就把它击沉了 好 现在的问题在哪里 现在乌克兰开始反攻 发哥在讲 我们的焦点都在看着在陆军的决战 对不对 发哥在几天前我在脸书上就发了 我说不必半个月我们就会看到 俄罗斯的黑海舰队整个被殲灭在黑海了 哎发哥在一个礼拜前就在脸书上这样写了啊 大家以为说发哥你又不是研究军事的怎么黑海 你怎么会知道啊乌克兰又没有海军 怎么会把这个俄罗斯的黑海舰队殲灭 你看这几天这不是已经干掉它两三艘了吗 而且北约和美国一定会帮忙乌克兰把 俄罗斯的黑海舰队整个把它殲灭 为什么 因为乌克兰领海的地区它要反攻的时候 它不能够允许黑海有海军在里面 海军会威胁到乌克兰的什么呢 它从海上发射飞弹攻击陆地上嘛 第二个呢乌克兰的粮食要经过黑海运出去啊 那黑海舰队现在黑海很小啊 黑海的出口在博斯普鲁斯海峡土耳其啊 现在土耳其不准这个黑海舰队的军舰通过博斯普鲁斯海峡 不准它出去啊 那你剩下的俄罗斯的黑海舰队只能在黑海啊 在黑海舰队现在不敢靠港啊 不敢靠近陆地啊 因为他每一次他的军队只要一靠近陆地 就会莫名其妙飞来飞弹就把他军舰打垮了 就把他打沉了 所以黑海舰队变成一群啊 废弃的舰队啊 没有办法发挥战斗力量啊 他不敢靠港啊 但是军舰难道永远只能在黑海的这个水盆 这个玻璃缸中间吗 他总要加油料啊 现在还没有发动攻击黑海军队把它见面 他只要把这个空队海的飞弹向着黑海舰队的军舰发射 苏联的黑海舰队要逃到哪里去 我问你 现在F16已经训练好了 马上还要交给乌克兰啊 大家都在一直在猜 乌克兰接收了F16飞机以后呢 会用来攻击苏联的陆地上的坦克车 我要是乌克兰我才没那么笨呢 我打一辆两辆的坦克车干嘛啊 坦克车我有其他的飞弹就可以把它干掉了 我F16飞起来 我就是要把你这十几艘黑海舰队整个把它切灭掉海里面啊 你相不相信你等着看发挥戈讲的准不准 黑海舰队在这一两个月里面一定整个被殲灭在黑海啦 为什么美国和北约要把苏联的整个黑海舰队殲灭呢 他打给中国共产党看的嘛 他打给中共看的啊 他为什么要打给中共看 你中共不是很厉害吗 你不是军舰要开来台湾海峡撞我美国军舰吗 你不是军舰一天到晚到我日本这边绕来绕去吗 你不是军舰一直一直在南海绕来绕去吗 你不是说你做中共这个做军舰像下角子很快做很多军舰吗 好现在我北约和美国打军舰给你看 你做那么多军舰有用吗 现在高科技的武器飞弹打军舰 我告诉你啊 像打火机一样简单啦 你造300艘军舰要花多少钱啦 我打成你300艘军舰 简单的好像打火机一样啦 我打给你看啦 发哥给你保证 北约和美国一定会消灭黑海舰队消灭给中共看 他要消灭俄罗斯的黑海舰队是为了消灭黑海舰队 用新的飞带新的武器系统 或者是海中的无人潜艇 或者海中的无人舰艇 消灭黑海舰队 为的是不是教训俄罗斯而已 为的是教训黑海舰队打成黑海舰队给中共看 告诉你现代卫星连线加上飞弹这种链结以后 用现代战争方法海军 你的海军舰艇多 你想要用海军舰艇登陆台湾打台湾 你是开玩笑我打给你看 看看有多简单 现代的武器要打成一艘军舰看看有多简单 我要殲灭一整个舰队有多简单 他要殲灭黑海舰队 是为了殲灭黑海舰队给中共看 你造那么多军舰都没有用了 以现在战争讲 你要知道你的军队在陆地上 被我飞弹攻击 被我海马斯飞弹攻击的时候 你还有逃生的可能性 你这个船 你的军人在军舰上 这个军舰被打成的一刹那 那个船里面有上千人 或者是五百人六百人八百个海军官兵 船被打成了以后要把那个人命救上来 十五分钟之内就沉下去了 你要救人差不多都没有救 我给你打成三百艘军舰下去 你这些中国共产党的军队 你要游泳回大陆吗 真正的海战还没有开始 我告诉你 乌尔战争里面的海战精彩的 最精彩的海战还没有打 真正精彩的海战打起来 你会知道海战有多可怕 你知道美国这个国家是两百年来海战没有打过败战的吗 你知道中国这个国家从清朝到现在在海战没有打过胜战的吗 你有没有在念历史啊 你知道日本是三百年来除了第二次世界战争被美国打败以外 从来没在海战从来没打过败战的吗 所以我们都不念历史的 都在吹牛的 南洋舰队在中化战争被法国不到一个礼拜就整个集成了 北洋舰队在甲午战争里面三天就集成了 通通沉到海底了 海洋战争是多么可怕的一场战争啊 尤其是现在进步的武器 发哥在这里先讲了 我们等着看等着看 看一个月里面半个月里面看看黑海舰队会在哪里 好在这场战争里面我们也看到了 俄罗斯为了阻挡这个乌克兰军队的全境炸水坝 那么台湾也要去想 台湾如果没有办法避免战争的时候 那么共产党会客气吗 他也会炸台湾的水坝啊 我们台湾的喝水民生用水基础用水都是靠高山水坝啊 发哥当时不是一再讲吗 台湾的用水要学习屏东的奥丰郡把水库建立在水底 叫的什么地下水库啊 那个不到一百年前鸟鸡姓平就在屏东建奥丰郡那个水库是建在地底下的 人家一百年前日本人就帮我们建了地下水库啊 结果我们现在开始建石门水库开始都是模仿美国的建高山水库啊 台湾是非常不适合建高山水库的地方 因为我们的泥土很容易滑落 现在我们要重新思考 在战略上各方面高山水库都不是最适合的 台湾现在要重新思考 现在来做可能都来不及 但是能做多少算多少 从北部东部到南部的河川开始要开始学习奥丰郡 处处都建立地下浮流水地下水库系统 避免战争的时候我们无水口用 无水口用除了水没得喝以外 没有工业什么都没有 没有水台湾什么都没有 我们要开始思考水库怎么用 当然相对的来讲啊 你中国建长江水坝 当初长江水坝中国的一个记者 写了谁的杨子江 他就讲到长江水坝的危险性 会引发各种地震怎么样 然后战争的时候会产生危险 结果这个记者被中共抓去关关 差点关死掉 结果他写的这本书 写完以后长江水坝盖完以后 所有的灾难都按照他书里面的事情发生 你看中共这种独裁政体 人家真正有见解的作家 而且亲自去做长江水坝在建的时候 他亲自去做了无数次的采访 写了这本书叫做谁的杨子江 这个作家我一下子名字想不起来 是个女作家 差一点点被关死 结果长江水坝盖完了以后 所有的灾难汶川大地震 什么灾难都完全照他书里写的 这样发生了 因为他是有根据的 美国就是盖了符合水坝以后才发现到 盖了符合水坝以后 水的重量压到地底下 把地底下的地层压断了 又反而产生位移 就开始不断地地震了 建水坝和地震有关系 美国早就已经证实了 而且做过实验了 中国你盖了长江水坝 如果你打台湾战争 你打台湾的水坝 台湾不能打你长江水坝吗 长江水坝打掉以后 会产生什么效应 法国不讲啊 他当然会成为他致命的啊 对不对 你可以打我们水坝 我们也可以打你水坝 为什么不可以 但是我们也要知道 从俄罗斯炸水坝里面 知道水坝是在战争里面 很恐怖的一个存在 我们也要从这里行 另外一个就是 台湾是一个岛屿 现在我们很多国民党 每一次在选举都讲到说 民进党要把这个年轻人 送到战争前线 我告诉你 岛屿的国家战争 没有再分前线后线 台湾一定要发生战争的 有前线后线吗 台湾只有三万六千平方公里 你不在第一线当兵 你在后面你就没事了 台湾一旦发生战争 你有没有去当兵在第一线 全部一样啦 这个是基本的逻辑啦 所以在台湾的年轻人 每一个人都要学习战斗的技能啦 如果台湾在整个大环境之下 无可避免战争 你唯一活存下技的方法就是 你要学习战争的技巧 怎么保护你自己 每一个年轻人都要学会 怎么样使用针刺会弹 告诉你 你都要学会怎么样使用无人机 这个才是保护自己最好的方法 不是害怕 害怕没有用 所以这个是乌恶战局 带给我们台湾政局的一个觉悟 你越会使用枪械 越会使用武器保护自己 你越有活存的希望 要有这样的觉悟 台湾人不是给人下大祸的啦 乌克兰的经验让我们学习到 我们拥有最好的战斗技巧 拥有最好的战斗的觉悟 我们才能活存下啦 这是我们想到的事情 而且我们最大的鼓励是 现代战争不是国家大就会赢啦 真正打下来 解放圈真的能打仗吗 没有打谁知道 大的国家就会赢吗 没有打谁知道 所以希望大家 台湾人自己要有勇气 大家要有觉悟 大家要有觉醒 以上是发哥今天一周的文化评论 多谢各位收听 谢谢大家 Zither Harp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